所以公斤重你又可以換成9.8牛頓 所以上面這個你又可以看成是9.8乘以10的負三次方牛頓 那這樣的話上面的部分就解決了 那下面的部分是平方公分變成平方公尺 那這個比較容易一點 平方公分跟公尺 公分公尺差100倍但平方以後變差1萬倍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把公克重除上平方公分就可以寫成上方 上方就是9.8乘以10的負三次方牛頓 它的下方就是10的負四次方平方公尺 那所以這個負三負四這個負四在分母就會跑到分子變成正四 所以結果是98 98牛頓處理公尺平方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在這附近畫一個圖 就是一個牛頓 它站在一平方公尺 那個單位叫做帕斯卡 所以事實上一平方公分一克重 它的壓力就是大概100帕斯卡 一平方公分很小 然後你在上面壓一克重的東西 那這樣的壓力就差不多是100帕 那介紹帕斯卡和平方公分以及公克重之後 我們要從水壓到大氣壓 這個要講到說以前 人們在人們發現說那個真空 真空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製造 這個是水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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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銀放在管子裡面 然後放到水銀的盆子裡面倒過來 那這邊它自己會跑出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呢 它原本是沒有空氣的 原本是沒有空氣的 然後倒過來以後 它竟然跑出一個空氣 那這個就是真空 這是托里切莉做的實驗 它為了要製造真空 看看說真空能不能被製造 所以這樣做 那當時的人們 那當時的人們還是會覺得怪怪的 就是說真空如果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它怎麼有辦法把水銀這樣吸著 好像感覺水銀沒有掉下來是因為真空把它吸著 可是真空顧名思義就是真的空空嘛 那如果都沒有東西的話 那如果都沒有東西的話 是誰把這個水銀吸著 那就有人想到說 好像就是托里切莉 他就想說也許不是被吸著 其實是被壓著 是因為外面外面有東西壓著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壓上去 那就讓他們發現了大氣壓 其實這邊都有氣壓在 那他們實驗的結果是 在平地 在平地的時候 這個水銀的高度是 會離它的水銀表面高 高76公分 7.6 76公分嗎 對對對 76公分 76公分 好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可以做成氣壓劑 做成氣壓劑 然後從氣壓劑 我們可以去算出大氣壓 我們剛剛介紹水壓是這個公式 那水壓其實跟水銀也是通用的 你只要把這個密度這邊呢 換成水銀的密度 你就可以得到水銀的壓力 大火 好 感谢观看 稍等黑板干掉一下 这里要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等一下会用到一个关系式 那就是 根据这个质量和重量的关系 就是一公克 如果它去乘上重力加速度G 那就会得到一公克重 一公克乘上重力加速度G 就会得到一公克重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会用到这样的关系 我们刚刚说如果你在平地把那个水银 四管装水银然后这样倒过来 它会是76公分 它的水银高度最高就到76 不能再高 那波里切力他们觉得说是因为 不是因为真空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而是外面有大气的压力 然后去把它压下去 才可以把水往上压 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写说大气压 它其实就是roll然后带水云的 然后乘上G然后再乘上后面的这个76公分 那既然这里是公分 那我们这个密度这边 我们就带这个平方公分的 平方公分 那那时候已经知道说水银的密度 水银的密度跟水比起来是13.6 水的密度是1的话水银就是13.6 所以这个大气压的大小就可以写为13.6克 然后除以平方公分 那再去乘上重力加速度 然后再去乘上76 然后再去乘上76 那么这个G和这个G不一样 上面这个G是克 然后下面这个是重力加速度 那1克乘上重力加速度就是1克重 那其实就是这一个G就是1克的东西 它在地球表面的重量 所以1克乘上G 那也就会得到13.6G 所以2克乘上G 再除以平方公分 对不起我这边好像写错了 对不起所以要改一下 水的密度不是平方公分 是立方公分才对 这样乘一乘才会变成平方公分 所以右边最右边这里也要改 水的密度 密度是体积分支质量 所以体积的话是三次方才对 所以这样乘一乘才会变成压力 才会变成平方公分分支克重 就变成压力 那我们刚刚上一节在那边算 其实也不是上一节 刚刚算说 一个平方公分分支1克重 就是换成平方公尺分支牛顿 这是98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可以把后面这一个 换成是98 帕斯卡 所以我们的气压 平常的大气压大约就是1013百帕 1013百帕是说把后面这两个0 看成100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 怎么把这个用到理想气体方程式 先稍微把黑板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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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黑板插掉下 谢谢 EATM 好這個一大氣壓呢 我們有的時候又會把它稱為 EATM EATM其實就是 101300帕斯卡 那對於這個我們等一下會用到PV-NRT 那我們要把理想氣體的常數把它求出來 那這個我們應該說我們前面是複習的溫度和壓力 那在高三的物理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我們怎麼把力學跟化學的理想氣體方程結合 變成熱力學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是壓力乘上體積 那首先我們先試試看壓力乘上體積它的單位會是什麼 大氣壓一大氣壓就是EATM 它就相當於是101300帕斯卡 那如果說我們兩邊都同乘以平方公尺 立方公尺 因為體積 等一下我們要算PV 那我們把體積用立方公尺乘下去 所以這裡都乘上一立方公尺 那以這裡就會得到EATM 然後乘上一立方公尺 那實際上我們並不是習慣說用EATM配立方公尺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在化學課裡面 ATM通常都是配公升 都是用公升 那所以我們這裡應該要乘以公升才對 乘以公升 可是公升其實就是一千分之一立方公尺 這個L是公升的意思 這個L是公升的意思 如果要乘上公升 如果要乘上公升 然後再換成立方公尺 然後再換成立方公尺 應該這樣寫才對 應該這樣寫才對 這樣寫不太好 這樣寫不太好 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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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一公升其實就是一千分之一立方公尺 一立方公尺是蠻大的 你可以想像的是一公尺 一公尺 一公尺的水 那一公升大概只有你的水壺 比它大一點點就是一公升了 所以一公尺一公尺一公尺的立方公尺 它裡面其實是裝一千公升 那所以一公升其實是一千分之一立方公尺 所以我們這邊就乘上一千分之一 然後 變成 這個兩 平方這裡是三次方 所以乘碗變成nt 去乘上m nt乘上m 其實 就是立乘上位移 立乘上位移 立乘上位移其實就是焦爾 所以事實上你用 大氣壓乘上一公升 立乘上L 其實會得到的就是 會得到的就是 101.3 焦爾 101.3焦爾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就會用到 PV-NRT 是在講解說 壓力 以及 焦爾素 溫度之間的關係 那它們之間本來是 乘正比 那乘正比的話有一個比例係數 比例係數R 比例係數R 那這個比例係數是多少呢 就是要看你的 東西帶進去 把一些條件 把實驗的條件帶進去 去得到這一個比例係數 那所以 有什麼 有什麼 條件可以帶 各位知道化學的標準情況嗎 STP 有沒有同學還記得 STP 是多少 它的溫度壓力 它的溫度壓力 和挺肌 可以回應一下嗎 STP 如果是應屆畢業的應該還記得吧 STP是它的它叫做標準狀況 那標準狀況的溫度壓力和體積是多少 請回答 如果同學不知道的話也請回答 這樣老師才知道你有沒有帶 標準狀況有人說是零度C 零度C不錯還是有人知道的 它的標準狀況就是說一大氣壓幾下 然後零度C 一大氣壓 然後零度C 然後比莫爾的氣體 它體積是22.4對不對 體積會是22.4公升 這有沒有印象 那你把它這些數字帶進去 你就可以得到R 那首先這個R就可以寫為 PV除以NT 那麼 那麼 把 一大氣壓 然後22.4公升 然後零度C 這裡要換成克爾文 300K 蓋進去 這樣算一算呢 可以寫為 DATM 乘上22.4公升 乘上22.4公升 22.4公升 再去除上 一末 然後乘上300K 然後乘上300K 這樣算一算呢 它結果會是0.082公升 就是各位熟悉的0.082公升 因為你看22.4公升 除以3 大概是 不到8 可是因為我們這邊有101.3 就是 我們可以把ATM和L合併 合併成右邊的這一個 ATM和L合併成這一個 所以變成 22.4 乘以101.3 ATM和L ATM和公升合併成交二 它底下一樣不變 它底下一樣不變 所以結果這樣算起來就會是0.082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這裡帶錯了 這裡不是300K 300K是室溫 0度C 應該是273K 所以這裡帶273 你才會是得到0.082 你才會是8 這樣就差不多了 剛剛的話 你這樣除下來不太會是8 這樣除下來 22.4 除以273 第一位 第一位就会是8 所以最后得到的就是理想气体方程式 如果你是用 如果你是用这个ATM 然后乘上公升的话 你会得到的气体常数是0.082 然后胶耳 分母是墨耳 乘上温度克尔文 这里只是在换算一下 就是如果 我们不知道0.082是怎么来的 它其实是这样来的 一开始是 先从水银的高度 这是观察来的 然后去算大气压 大气压 它是水银的密度 乘上动力加速度 乘上水银的高度 得到的是 13.6乘上每平方公分几克重 这里还要再乘上76 这里还要再乘上76 刚刚这里没有乘 所以13.6乘以76 那再把这个框框里面的东西换成98 换成98以后 最后得到1013百帕 1013百帕 如果你乘上公升的话 你就会得到 1013百帕 因为公升 它可以写成 平方公尺 立方公尺 所以 如果你是用 一大气压乘上 一公升 你会得到 101.3交流 那 如果你使用STP标准状态 的话 标准状况 那么 一大气压 零度C 零末尔的气体 会有22.4公升的体积 这样你可以算出来 理想气体常数就是0.082 好 好 我们稍等这个黑板干掉下 谢谢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再把这个理想气体常数 把这个莫尔数提出来 它可以变成是0.082 然后呢 这里莫尔 莫尔是6.06特使的23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0.082去处理 6乘以10的23次方 把莫尔写出来 那就会变成 单位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算出来会是 1点 或是8.31 是8.31 是8.31 看一下 抱歉,這裡好像有點寫錯了 這邊如果是直接這樣算的話會是0.082 可是如果你乘上101.3,它就不是0.082 所以這裡可能要改一下 這邊才是0.082 底下不是 底下不是 稍等它乾一下 有沒有人發現 這邊除下來會是0.082,沒錯啦 可是這裡再乘上101.3,就不會是0.082 所以這邊呢,應該是這裡才是 這裡才是0.082 然後大氣壓乘上公升,除上墨爾,再去乘上溫度 那底下這邊的話會是8.31 就是用0.082再去乘上101.3 那麼接下來才是把它用8.31再去除上墨爾 這個算起來才是1.38 去乘上10的負23次方 然後嬌爾除以k 這裡就是把這些常數的關係 介紹一下 如果你是化學裡面熟悉的應該是0.082 因為你在化學裡面熟悉的是 ATM還有公升 可是如果你把ATM和公升呢 換成我們剛剛插掉的 101.3焦爾 那結果你在物理裡面我們比較喜歡用焦爾 所以結果得到的是8.31 然後如果你再把墨爾數除下去 把8.31除下去墨爾數 你就會得到1.38乘以10的負23次方 那這一個是個別的 因為它已經不是每墨爾 這個分母還有墨爾 所以它是每墨爾的時候 那時候你在算 如果要算這一個一墨爾一墨爾 帶進去的話 你的氣體常數可以用8.31 可是如果你是一顆一顆粒子 一顆一顆空氣的粒子 帶進去的話 你的這個氣體常數就會是1.38 這樣子 這一個是每顆粒子 我終於把他介紹完了 所以我們今天剛剛就是從壓力 然後複習到大氣壓 大氣壓是可以用水來測 那水密度13.6 高度 他被大氣壓壓了76公分高 他的重量就會是13.6 每平方 他的壓力就是每平方公分 13.6克重 每平方公分13.6克重 還要乘上76 這樣才是他的壓力 那但是我們可以把每平方公分 幾克重 寫成98帕 寫成98帕 那這樣乘起來以後 變成1013百帕 然後1013百帕 他如果去乘上 他如果去乘上 一立方公尺 乘上一公升 就是一千分之一立方公尺 那就是乘P 就是把P乘上V 就是乘上V 那結果會得到的是 101.3交2 101.3交2 所以當我們把ATM乘上公升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把它換成101.3交2 最後我們再把標準狀況帶進去 標準狀況帶進去 你就可以算理想氣體常數 就可以把這個常數是多少算出來 如果是化學裡面習慣的是 ATM公升 那這樣就22.4除以273 結果是0.082 那如果你把ATM公升換成101.3交2 那你會得到8.31 如果再把分母的莫爾呢 寫出來 讓它除下去 你會得到1.38 那因為你是除了這麼多顆粒子 6.6乘10的23次方顆粒子 那所以這個算出來的理想氣體常數 是每顆粒子的 那這個地方是美莫爾的 那如果你想要截圖的話 你可以截圖 因為接下來要擦掉了 4,105 6,107 就要來擦掉 谢谢观看 因为第二节课要结束了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 等一下休息十分钟以后 十点十分 请各位回来教室